第一百三十六回,虎爪山丹到開密網, 鴨臨寨一劍定群雄, 話說風子去有半個多時神才得迴轉, 雲從連亡葵了行亡,迎上前去, 一問究竟,風子嘆口氣道,這條路真是難走, 色彩我在高處看,單這片驚激, 派有二百里長短,還算好, 沒有污泥浮沙,地盡是沙, 如水也沒有存著,有些蛇蟲, 也甘不住我的難打刀劈, 只是路太長了,我低著頭用難護著眼臉, 廢了無窮氣力,才走上十幾里地, 你說怎樣過法,想是天神保佑, 我正尋不見出路著急,忽然一處地勢較高, 竟有像許方圓地面微生經激, 當中卻盤了一條大蛇,一見我, 就昂首奔來,被我一刀一欄, 將蛇頭打了個稀欄,那蛇星子狠暴, 死後還懂得報仇,整個身子像轉風車一般, 朝我妖來,我怕被他妖住, 將身往前中有七八張圓,落地時節, 無意中漢見左側經激甚欲,忍見一座低岩洞, 比昨晚鎖住要寬大很多,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往裡探去, 那動又深又大又曲折,走完一看, 正是我們去路危風塔的後面, 你說巧不巧,不過這十幾里驚激, 你卻走不過去,且等一回, 待我用這面刀給你開出條路來再走吧, 說吧,脫下上衣,赤著身子, 一手遲難,一手遲面刀, 王經激從中連坎大打而去, 雲從也將雙譚寶劍拔出, 口中喊道,二弟莫忘, 你那刀,難沒有我的寶劍厲害, 封指已開出了像許長, 二尺來寬一條路徑, 聞言回頭說道, 個乾你生長富家, 不像我是個野人出身, 寶劍須快, 招呼驚激慈傷了你, 哪次想還多有毒, 不是玩的,由我一人來罷, 雲從因一路上勞裏的事 都是由風子去做, 色彩硬往津網中探路, 險捨為蛇所困, 那女跪以得去, 見風子不肯停手, 便將行囊掛在一珠古樹上, 手持寶劍追上前去, 二人誰也不肯讓誰, 一個像著天賦奇品, 疲操欲口, 烈大無窮, 難起處, 驚斷木飛, 都過去, 遵網迎引而折, 奮起神力, 一路亂撼亂打, 所向媲美, 一個是手中由先人所賜其真, 萬雪驚激進亡, 就時間劃如上帥城譜的灌木矮樹, 也是一輝而斷, 雲從仙事也似艱難, 及見仙劍如此風利, 毫無阻隔, 再不願風子左劈又打, 多好氣力, 再三張他換住, 說道, 你這般傻來則審, 豈不是多廢氣力, 莫如你我一左一右, 並肩齊想, 你我二人, 一個用刀, 一個用劍, 也無須將你那般亂打亂撼, 指角用刀劍, 朝跟上削去, 袖手挑開, 喜不省止, 風子聞言, 想了一想, 覺得有理, 仍恐雲蟲在前, 被驚激傷了皮肉衣服, 堅持和雲蟲換了兵人, 他在前面, 用劍將經激瓶網削斷, 由雲蟲用都難去挑向兩旁, 雲蟲強他不過, 只得醫療, 當下二人三搬兵器齊施, 手足並用, 若有個多時辰, 竟然將那十多里的經瓶從網打通開來, 到了風子所說的岩洞前面, 風子這才換著雲蟲, 請他在那岩洞口外等候, 自己返回去取那行亡, 這次往來容易, 終有一些抹陷佛乾淨之處, 也經不起風子見步如飛, 中高跳遠, 沒有半個時辰, 便將行亡取道, 又尋了些枯木, 造成火把, 同往洞中穿行出去, 那枯柴偏是有油漬的木料, 被作夜如水浸透, 怎料好一會才點燃, 焰紙滲濃, 問著而常香烈, 以人覺得那柴香很奇怪, 急於走出洞去, 也未管他, 且起洞中並無阻攔, 也未從仇之旅潛伏, 不多一回, 便到危風下面, 擾過風去, 忽見高剛前橫, 燈光一望, 前面臨中吹煙四起, 火光紅紅, 洞一堆細一堆地 若有數千餘處之多, 知事到了山寨, 雲從猛想起來時曾向人打聽過, 雪齒山數百里經津蟲網, 指中間有處地方, 名叫丫林寨, 有不少山文野果集居, 聖極野漢, 喜吃生人, 混身多時從香石紫細殺遮蔽, 不為刀斧, 勵害非常, 看人輕而不敢向此山深入, 只有一個聖向的藥財商人, 因母親試過山文, 知又學得土語, 時常結了伴, 帶一些布匹, 鹽茶之類的日用品和他們交易, 換了藥財再往成都, 重慶一帶販賣, 指引途徑的人, 曾根那性向的走過, 並且通過此山往我未潮過一回頂, 所以對路經之道甚長, 可惜在雲蟲未到以前, 那性向的以往丫林寨去了, 否則他和山文的頭子 我勞鴉黑鱷魯甚至交好, 只需拿上他一件信物到了那裡, 不但毫無傷害, 還能好好接待並護送過山等雨, 雲蟲當時一隻急於趕路, 二隻像著風只一身本領, 自己終不敢說精通武藝, 有那口雙譚劍, 足可抵擋一切, 幾時虔誠向盜, 哪能畏懼奸險, 便借了哪人指引, 仔細聞名了去路, 哪人緣也說, 虛時如果不謂捨苦, 到了那危風下面, 從另一條道走, 雖是遵妄多謝, 卻可妖開那藏丫林寨, 想適合該生事, 中途遇上狂風暴雨, 將風震塌一角, 山洪步伐, 斷了去路, 終於誤膽重地走到, 因那人說隨要走另一條小路外, 非由債前通過不可, 幸而來時備了禮物, 準備萬一遇上, 以作買路之用, 但願那性向的環流債中未走, 事便好辦得多, 當下和風子一商量, 風子根本就沒把這些山民放在心上, 主張不必答理, 隨時留點神, 吸他硬要過去, 雲蟲至事慈重, 再三個介說, 強龍不斗地投射, 如得了對方同意, 第一可以問明真實的捷徑, 第二又省得時事提心吊膽, 風子文言, 變道, 並不是我輕看他們, 早先我娘在日, 也和他們打過交道, 土語也說得來幾句, 記得我哪時打了野獸, 換了鹽茶, 再和他們去換六角蛇皮, 賣給藥材客人, 甚至這些東西又貪又詐, 一點信而都沒有, 打起來, 贏了一鍋風, 你搶我奪, 個個爭先, 別看他們號稱不怕死, 要是一旦敗了, 便你不顧我, 我不顧你, 腳不沾塵, 各跑各的, 這還不雪, 再一被你擒住, 那一種可憐內告的農包神器, 真比臨死的豬狗幻要不如, 我看透了他們, 越搭你他們越得志, 那些和他們交易的商人, 知道他們的脾氣, 除了多大那些不值錢的日用東西外, 一身並無場物, 到了那裡, 由他們盡情殺要過光, 再盡情選那值錢而他們 缺不稀罕的東西要, 一到之後, 雖然變了空身, 會去仍然滿載, 這些蠢洞西還以為把人家什麼都留下了, 心滿意足, 卻不知他們自己的寶藏區已被人騙去, 因此他們往來越久, 交情越厚, 我何嘗不知這地方大險, 但是寄到這裏, 哪能一怕就了事, 我們不比商人, 解圓我們送他們的禮物, 當時故事喜歡, 忽又看造我二人手持的兵器, 一不給, 還不是得打起來, 與其這樣, 不如經直闖過去, 他們如朝野我們, 給他來一個特別厲害, 打死幾個, 管保把我們看造天神一般, 互送出境, 也說不定, 雲蟲總各這樣辦法不妥, 最不際, 先禮後兵, 也還不慈, 能和平總是和平得好, 商量亭妥, 因風只能通討語, 又再三不讓雲蟲上前, 便由風只拿了禮物, 這尋聖向的為由, 順帶拜債送禮, 上機行事, 雲蟲根在身後, 為風只之馬首是尖, 須不放心, 一則見風只平時然行須是操夜, 這次一上路卻看出時操縱有勢, 聰明含蓄, 二則想強也強不過去, 自己又不通討語, 只得由他, 這半日功夫, 二人他都廢了無窮氣力, 未免腹中飢渴, 先不讓山人看見, 操了一個闢淨所在, 取了些山泉, 乾糧飽餐一頓, 一人身後背定一個小行囊, 風只嫌那把臉都太輕, 筆便屎,便插在背後, 一手持著那鐵欄, 一手捧定禮物, 大疊布直往那片樹林走去, 運從手按鍵把, 緊隨風只身後, 一路留神, 往前行走, 從風頂到下面, 轉折甚大, 看去很近, 走起來卻也有好幾里路, 那條山路只有二呎多寬路出地面, 除了臨前一片廣場沒有草木外, 山路兩旁和四外都視驚激朋好, 高可過頭, 二人行在裏面, 反漢不見外面景物, 風只欣之山民慣在朋好從中埋伏, 最激漢人, 轉眼就深入苦悅, 自己雖然不怕, 因爲關係著雲蟲, 格外留心, 走來那片廣場若有半賤多地, 猛見臨中隱然出一座石寨, 石寨前環樹著一根大木桿, 高雨臨齊, 上面頓具著兩個頭插羽毛的山人, 手中拿著一面紅旗, 正朝自己這一面指點, 回頭一看, 路側朋好從中, 雙夾數像之外, 隱隱似有不少鳥魚, 在日光之下隨著蓬河喚喚喚閃動, 正朝自己四面包圍上來, 知道哪木桿定是山人遼亡之所, 終職已被他發現, 下了埋伏, 只需哪木桿上兩個山人將其一揮, 四外山人便會蜂擁而上, 形勢嚴重, 險惡已結, 反正免不了一場惡鬥, 唯恐來勢太急, 驚激從中不好用武, 一面低聲招呼後面雲蟲留意, 腳底加緊, 往前急行, 且起路快走完, 剛剛走出蓬河, 忽地眼一花, 蓬河外面猛穿出數十個紋身磁面, 身如黑漆, 頭插鳥如, 以佩金還, 手持長矛的山紋, 一聲不響, 同時遲到, 那些山人這頭一下, 並不是要將來人切死, 只是虛張聲勢, 逼人受綁, 拿去生吃, 偏生蜂子心急退快, 見快走完蓬河, 一望前面無人, 便挺身中寮出去, 隔沒寮到蓬河盡處本是一個斜坡, 山人早已敦伏地上, 一見人來, 同時起立, 端起長矛便似, 封紙罩不及防, 一見銀光似眼, 數十桿長矛癡度, 知道躲不及, 急眾生智, 索聖露一手叫它們憨憨, 指靈機一動間, 猛地大喝一聲, 右手鐵欄護著臉門, 敬直挺身營鳥上去, 兩下都是猛勢, 只聽撲通連聲, 那數十三人被風指出奇不易, 此巨女一聲大叫, 心裡一驚, 再避者神力一狀, 有的狀撞得苦口生痛, 枝在一旁, 力小一點的, 警狀跌出去老園, 風指申堅月鐵, 取衣服上切穿了數十塊洞外, 並未受傷, 就在這眾山民紛亂聲中, 哭得一聲, 帶歌廢除我走, 早已一鐘多高, 出去老園, 身材落地, 便聽一片鏗槍卡賊之聲, 回頭一看, 入光之下, 飛舞起訴十百度量精精的茅影, 身後雲重組重斷茅飛舞中縱身出來, 風指一見大喜, 連忙迎上前去, 背叩背立定, 準備施殺, 忽聽一聲怪叫, 又臨終走出一個高大山人, 身側還隨著一個向莊打扮的男子, 正緩緩向前走來, 那些山人他都怕伏地上, 凍也不凍, 原來雲重在風指身後, 自從發現彭浩中的埋伏, 好不提心吊膽, 眼看一前一後, 快將彭浩走完, 猛聽風指大喝, 便知不好, 光耀眾身出去接應, 身材尖地, 便聽老後風聲, 知道身後敵人發動, 也故不得在管前面, 忙使我未見法, 縮頸床頭, 舉見過頂, 一個黃谷盤空的招數, 剛剛轉過身來, 不知那些山人從何飛至, 百十桿長茅葉已刺到面前, 來世疾如匹風, 幽說以前雲重, 便是一月以前, 雲重劍發還未精熟時遇上, 也早死在亂謀之下, 雲重劍亂謀遲到, 心中總是不願傷人喜人, 猛地舉劍形著一瞭, 腳底一電驚, 使了個盤龍飛舞的解掃, 終起兩三象高, 手中雙潭劍欠似長紅入海, 清光精營, 在空中畫了個大半圓的圈子, 中山民手中長茅, 埃逐的變形人而斷, 長長短短的矛尖矛頭, 被擊撞上去, 非起了一天矛影, 二人這一來, 便將那些山人全都鎮住, 尤其見風子雲身兵人得入, 更是驚為神奇, 那個環感在行上前, 正在這時, 山由俄羅亞克鱷魯也得信趕來, 雲從見那山由身側有一個漢人取著, 便猜視那姓向迪, 低聲告訴風子留神戒備, 切莫先自動手, 等那漢人走到, 再上機行時, 那山由黃那漢人也是且行且說, 還未近前, 早有兩個象頭目的山人低著身子飛跑上前去, 趴伏在地, 回手指著二人, 亦此雪起剛才迎戰之時, 那山由聞言, 便自立定, 綿然竟然知識, 遠那漢章男子說了幾句, 把手一揮, 兩個山人便低身退走開去, 山由依舊暫住不動, 那漢章男子卻獨自向二人身前走來, 雲從一見形勢頗有緩和之笑, 才略未放了點心, 那漢人若有四十多歲, 相貌平靜, 不似惡人, 不似惡人, 身材頗為高大, 走來二人環有像許遠近, 也自立定, 先使個眼色, 忽然跪伏雪道, 在下鄉意, 奉了阿林寨主黑神之命, 應接大神, 並問大神, 來此事何用意? 雲從方要答言, 封指在雲從身後扯了一把, 搶上前去說道, 我是小神, 是這大神的兄弟, 因爲奉了天神之命, 要往我未會先, 路過此地, 這些山彩只不舉暗中來打我們, 本當用我們的神難神鉗 將他們一齊打死, 因看在來時有人說起你是個好人, 黑神又是條好漢子, 現在送你們一點東西, 只要黑神派人送我二人出境, 多避好酒沾巴, 便搖他們, 鄉意跪在地上, 原不時偷看二人動作, 一聞此言, 面上立焰喜悉, 望在地下趴了一趴, 將兩手往上一舉, 這才起身去接封指手中禮物, 口裡卻低聲嘲語說道, 寨中現有一個妖道, 甚是海湖, 現在出遊未歸, 二位客人必被黑額老請往寨中款待, 不去是看他不起, 只是去不可久停, 緊防擾到萬一回來生事。 說吧, 接過禮物, 也不自封指答言, 經自倒身退去, 走到那山遊面前, 也時將兩手先舉了舉, 口裡大聲說了一套土魚, 山遊一件禮物, 以時心起, 聽向二把話說完, 便緩緩走了過來, 口裡咕嚕了幾句, 那四外服藏地上的中山民, 猛地震天界一聲吶喊, 全都舉著兵人, 站起身來, 雲蟲不知咒旅, 不由客鳥一大跳, 還算封指自有常和生屬山人之運, 知道這是山人對待上賓的敬禮, 望走上前, 將兩手舉起, 向眾一揮, 算是免禮的表示, 同時對面黑鳥也喝了一聲, 從虎皮群下取出一個牛角造的轎子, 烏烏吹了兩下, 四外山人如潮水一般, 驅到共身份退開去, 轉眼散了個乾淨, 向二財忍著黑鱷露, 走近二人面前, 高聲說道, 我們黑臣道謝大臣小臣賜的禮物, 要請大臣小臣道謝宗款待完了, 再送上路, 封指答道, 我們大臣本要到黑臣謝宗漢望, 不過我們還要到我未應宣人之約, 不能夠呆, 坐一會便要去的, 向二向黑臣鱷露記鼓了幾句, 黑鱷露向二人將手一舉, 便知朝前引路, 又向二陪著二人, 最後同行, 封指, 雲蟲成心將腳步走慢, 以再和向二道謝兩句, 及鼻向二使眼色攔住, 低聲說道, 山民多疑, 債中環有小人, 二位請小說說, 我們都是看人, 雲蟲, 封指文言, 只好感謝在心, 不再發言, 一會盡了樹林, 一看臨中也有一大片空地, 當中堆起一座高材及人的石債, 債的四圍, 道處都是嬉三叉鐵架, 架下如火還未全息, 不時民見無肉燒焦了的臭味與酒香混合, 債門前站著兩個山民衛士, 亦是紋身遲臉, 腰為瘦皮, 身材高瘦, 相貌醜惡異常, 一見人到, 便知跪伏下去, 快要行更債前, 忽然債中跑出一個小道士來, 與黑鱷魯各把手舉了一下, 猛一眼看見向二陪著兩位生客最後, 好似十分猜疑, 向二忙將雙方人見到, 這二位和令司徒一樣, 驅使大神, 要往我未會先, 被黑神請自宅款待, 並不停留, 少時就要走的, 那小道士看去只有十七八歲, 生就一張比粉橫白的臉, 一臉艱滑, 兩眼帶著微氣, 腳底下卻是輕折而常, 聽向二說頭兩句, 還不造聲, 及聞二人事往我未會先, 猛地把臉一沉, 仔細打涼了二人兩眼, 也不用向二級雙方引見, 縮地回轉身, 往債中走去, 向二臉上立然是經之息, 二人荒暗怪那小道士無禮, 黑額魯爾到寨前, 回身引客入內, 二人到此也不再作黑套, 敬直走進, 那寨女是個圓形, 共有七間石室, 當中一間最大, 四碧角有一間, 室中北透天光, 指碧尚然著數十腔從寮, 門屋中有煙療藥, 時文從柏子的爆響, 火光紅紅, 倒也明亮, 室當中是一個石岸, 岸前有一個火池, 池旁圍著許多套墩, 高有二尺, 敦旁角有一副火架勾叉之類, 黑額魯爾便請二人在兩旁土敦落座, 自己居中坐定, 向二下臉相陪, 剛才坐定, 口中呼嘯一聲, 立刻從石室中走出一個山婆, 便將石室從柴點燃, 燒了起來, 黑額魯爾又叫了一聲, 點火山婆拜了兩拜, 到退開去, 緊跟著, 四面石室中同時走出二十多個山女, 手中各捧酒漿, 沾巴、 生育之類, 為貴四人身側, 將手中東西高舉過頭, 頭凍也不凍, 黑額魯爾先向近身一個山女捧的木盤內, 取了一個裝酒的葫蘆, 喝了一口放下, 然後將盤中尺許長的一把切肉小刀拿起, 往另一身女捧的一大荒生育上割了一塊, 用叉叉好, 排在火加上面去敲, 加上肉擦本多, 不消一回, 那尺許見方的肉, 便割成了兩三大塊, 都掛上去, 黑額魯將肉都掛上, 用左手又拿起酒壺爐, 順次醉從頭一塊肉起, 用右手渣下來, 一口酒一口肉, 將開大口便著, 他切的肉又厚又大, 剛掛上去一回, 烤環沒有烤熟, 順口直流鮮血, 他卻吃得津津洋味, 也不養客, 只吃他的, 當初切肉時, 向兒子說了一聲道, 這是綠玉, 大神小神請用, 雲蟲恐不習慣, 一聽是綠玉, 才放了心, 便跟著向兒學, 也在三女手中切片薄的掛起, 指豐指吃得最香, 衰蝦得比黑額魯要熟得多, 快的大小也差不多, 雲蟲因色彩來時已吃過乾糧, 吃沒兩片,便止停了, 黑額魯看著, 好生奇怪, 向兒遊潮他說了幾句土語, 黑額魯才笑了笑, 一回, 大家相似吃完, 那黑額魯吃完了那三芳肉, 還補了半斤內蟲, 巴掌大小的兩塊針巴, 才行住嘴, 他站起來將手一揮, 地下眾山女同時退去, 向兒和他對答了幾句, 便對雲蟲道, 我們黑神恩色彩手下報信, 說大神手內有一寶劍, 和我們這類的一位由真人所用的兵器一樣, 無論什麼東西遇上, 變成兩半, 由真人那劍放起來是一道皇光, 還能飛出百里之外殺人, 我們黑神已經拜在他的門下, 如今有真人出門未歸, 只有一位聖河的小真人在此, 我們黑神恩聽說大神的事兼是清光, 想請大神放一回, 開開眼界, 雲蟲聞言, 難眼望著香意, 真不知如何是好, 風只知道山人欺軟怕硬, 他所說那聲遊的妖道逼會飛劍, 且喜本人不在, 不如嚇他回去, 即刻走路, 免生是非, 便搶著待雲蟲, 雲蟲答道, 大神飛劍, 不被逼人, 乃是天下文名我未派最真人的傳授, 除了對陣撕殺, 放出來便要傷人見血, 恐將黑神傷了, 不是做客人道理, 我們急於上路, 請派人送我們酒吧, 向義文言, 正向黑厄老轉說之際, 忽聽一聲斷渴, 從石室正當中一間小石塞飛身中出一人, 馬道, 你們這兩個小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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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小祖師爺色彩朝你們行径, 便差事我未醉到人們下小妖, 正想等你們酒時出來查問, 不想天網恢恢, 自供出來, 還敢口出狂言, 你如真有本領, 此去我盾, 還要甚人引送, 分明是初入門的羽葉, 親早跪下, 束手就琴, 等我師傅回來發落, 不然, 小祖師爺便將以等瑞師問斷, 正說之間, 那向兒想事看出不妙, 朝黑厄老直說討語, 二師好似要他給兩下你勸解, 黑厄老宿地寧笑一聲, 從腰中取出那牛角哨子使力一吹, 正要邁步上前, 這女豐子以和雲蟲走出制去, 原來豐子早看出那小妖道來也不善, 其勢難免動手, 猛想起日前與雲蟲再加連劍法, 雲蟲無意中說起, 當初最盜人傳授劍法時, 爭說我未正宗劍法, 非彼尋常, 那病雙痰劍更是一劍神物易寶, 仍然未練到新劍合一地步, 如見二派中的下三等人物, 也可支持一意, 聽小妖道口氣, 必會飛劍, 如在寨中動手, 便難逃巡, 現在新入苦悅, 敵人心淺不知, 不如先中出制外, 自己待雲蟲先動手, 好便罷, 不好, 也讓雲蟲逃走, 以免同歸於盡, 莫等小妖道把話說完, 便和雲蟲一時眼色, 雙雙中了出去, 接年幾宗, 便是老遠, 猛聽人聲如潮, 暫定一看, 成千成百的山人, 早已聽見黑鱷魯的哨子 那坎崩來, 同時後面的人, 也接著追到, 那盛何的小妖道口中直陷, 莫要放走這兩個臥微小妖, 同了黑鱷魯如飛到追到, 雲蟲一見這般形勢, 吊難走脫, 便要拔劍動手, 封指因自己雖然學劍入紙較淺, 劍發在雲蟲以下, 但身輕力大, 卻勝過雲蟲好幾倍, 恐有疏失, 早一把將雲蟲手中劍奪了過去, 自己的一把臉都拔出喚與雲蟲, 口中說道, 大個你不懂這類的事, 寶劍暫時者我一用, 非到慢不得已, 不可動手, 說罷, 不自雲蟲答言, 早已翻身形上前去, 口中大學道, 擾到且慢動手, 等我交代幾句, 那黑鱷魯近來嘗受擾到 師徒協制, 敢怒不敢言, 巴不得有人勝過他們, 先見兩下你起了衝突, 正合心意, 那女橫肯聽向義的勸, 吸兩下分解, 原准備雲蟲, 封指書了, 又好得兩個活人祭神, 如小妖道被來人所殺, 便將來人留住, 等他師父歸來, 一齊隨去, 喜不痛快, 正想吹哨哨集中, 若兩下你出債, 明將旗鼓動手, 來的兩人已縱身逃出, 不由野性發作, 心中大怒, 一面取出牛角哨子狂吹, 趕了出去, 那小妖道名叫何興, 一見黑暗腦, 一見黑暗腦取出哨子狂吹, 便知敵人逃走不了, 一心想捉活的, 等他師父回來報公, 江江追出, 不料敵人翻身迎來, 手中拿著一柄精光射目的長劍, 知事寶物, 不由又驚又喜, 正要答話動手, 後面向二也已逼來, 情至今日二人萬難逃脫, 好生焦急, 只苦於愛莫能助, 一聽風止說有話交代, 便用土語對黑暗腦說, 異神並非害怕小真人, 有幾句話, 說完了再打, 黑神去難一難, 黑暗腦一見來人並非逃走, 反而不見迎了上來, 以視轉路為起, 聞言便邁步上前, 朝何興把手一舉, 向二乘機代說道, 黑神請小真人暫緩動手, 容他說完再打不遲, 風止便朝向二道, 請你轉告黑神, 我們大神法力無邊, 用不著他老人家動手, 更不用著兩打一, 憑我一人,便可將他除去, 指我話要說明, 一則是要公平, 誰打死誰全應命, 並非怕他, 因為我們大神不願多殺生靈, 又急於趕往我未會先, 他打死我, 大神不替我報仇, 我打死他, 黑神也不許替他報仇, 你問黑神如何? 風止本涉事太關心, 口不擇言, 指逃雲從能夠逃生, 以為山人多是外子, 才說出這一番外話, 不知山人衰蠢, 那小妖道豈不懂得他言中之意, 且看出敵人挾戰, 莫等向二和黑鱷魯轉說, 便知渴馬道, 大膽小葉將, 幻想流亡, 說吧, 口中念念有詞, 將身後背的寶劍一拍, 一道黃光飛將出來, 何興元是哪聲由的妖道一個總統, 初學會用妖法驅動飛劍, 並無真實本領, 風止雖然不會飛劍, 卻仗有天賦本能, 中若如飛, 那口雙譚劍又是斬鋼切肉, 曾經最盜人翠煉的異寶, 何興一口尋純寶劍, 雖有妖法驅動, 如何能蝕敵手, 也時合該何興應遭慘死, 滿心看出來人不會見術, 懷了必勝之想, 他只顧萬騰騰行使妖法, 卻不瞭風止早已情急, 一見敵人嘴動, 便知不妙, 也不自向二和黑暗魯還言, 拔文青紅造白, 宿地一個黃谷穿雲, 將身穿起掃掌高下, 黑口正如黃光對面飛來, 風止用力舉劍一撩, 以忠止聽唱的一聲, 黃光分成兩折, 往兩下飛落, 百亡中也不知是否破了敵人飛劍, 就誓一舉手中劍, 獨劈劍華惡, 隨身而下, 往何興頂上撇去, 何興猛見敵人飛起多高, 身旁寶劍青光耀目, 便看出是一口好劍, 以為來人雖是武藝高強, 必為自己飛劍所斬, 正準備一得手, 便去檢那寶劍, 還在手指空中, 念念有詞, 眼看黃光飛向敵人, 只見青光一橫, 便成兩隻分落, 也沒有看清是怎樣斷的, 心裡剛驚得一驚, 一團黑影已視當頭飛到, 情之不妙, 剛要避開, 指角眼前一亮, 清光已臨頭, 連喬喬一聲都未哭出, 竟被封指一劍, 當頭劈為兩半, 血花淺過, 封指落地, 按劍而立, 正要說話, 忽聽四外勞聲吹動, 鼓聲東東, 向二同了黑鱷魯酒漿過來, 說道, 這個聖河的道士, 是桃源氏三人, 自從前數月到了這裏, 尊一勒煞金銀珠寶, 稍一不應, 便用非劍威嚇, 兩下理言語不通, 黑神甚至為難, 正如我來, 替他作了通事, 每日受盡欺凌, 最傷心的是不許我們黑神再供奉這裏的狼面大神, 卻要供奉他司徒三人, 這裏不中五局, 全像打力和天生的青衛食, 狼面大神便是管青花生長的, 要是不公, 神一生氣, 不生青花, 全債山人, 豈不餓死, 所以黑神和全債山人, 都不願意, 幾次想和他動手, 人還沒到他根前, 便是從身上放出一道黃光, 埃著便成兩折, 他又會套火吞刀, 驅神顯鬼, 更是喊人, 心裡又怕又癢, 只是奈何他司徒不得, 日前帶了他另一個徒弟, 說是到村東去約一個朋友同來, 要拿這女族根基, 行使命黑神與被石頭木了, 等他們回來, 還要建立什麽公關, 起初聽說大神會使一道清光, 只不過想看看, 並沒打算贏得他過, 後來一交手, 不料景是黃光的黑聲, 小神有這樣的本領, 大神本領必然更大, 但求留住幾日, 等他師父回來, 待我們將他除去, 這女沒什麽出產, 只有金沙和一些貴重藥財, 情願任憑二位要多少, 送多少, 先時雲從見妖人放棄飛劍, 風子飛身形敵, 同仇敵蓋, 也無下計及成敗利頓, 剛剛中上前去, 卻不料風子手道成功, 妖人一死, 心才略放了些, 一聞向二之言, 才想起小妖道還有師父, 想必禮害得多, 再加趕路心急, 那女還敢朝夜, 望跡達然道, 我弟兄我未會先是急, 實難在此停留, 等我弟兄到我未, 必請先人來此除害, 至於金沙藥財, 雖然名貴, 我等要他無用, 只求黑神派人引送疫情, 足感誠意, 向二文言, 卻著急道, 二位優得堅拒, 如今他的徒弟死在二位手內, 他如回來, 豈肯獲這類甘憂, 就事在下也因受他司徒迫白, 強要教會存在山人看語, 已被他驅顯如意, 方准回去, 日半苦狼, 來日吉凶難定, 二位無此本領, 我還正願二位早脫苦口, 既有這樣本領, 也須念在同時看人面上, 相在一臂才是, 哪向二人甚終直, 因通討語, 貪逃厚利, 常和黑鱷魯交易, 不想這次遇上妖道司徒, 強迫他作通事, 不教會山人看語, 不准離開, 如要司徒, 連他與黑鱷魯一齊處死, 一見二人闖了或就要走, 一時情急無奈, 連故意把二人當作神人的造作都忘記了, 也沒和黑鱷魯商量, 沖口便說了出來, 黑鱷魯自被擾人必學漢語, 雖不能傳統, 已知到一些大概, 原先沒想到妖道回來, 問他要徒弟的一節可累, 避向二一直挖提醒, 不由大著其急, 將手向四外連揮, 口裡不住亂叫, 那四外山人至可輕一死, 吹聲打鼓, 歡呼跳躍了一陣, 已停息, 一見黑神招呼, 一齊舉起刀錨, 漸漸漸為了上來, 風指仙見雲蟲話不得體, 明知山人蠢蠢可意如龍, 聖向的確可左右一齊, 便朝向二使了個眼色, 說道, 我們帶神去我未會先, 慢慢不能失弱, 如想動強, 將我們留住, 色彩初來時, 你們埋伏下哪摩多山人和哪小妖道, 便是榜樣, 你想可能留住我們, 色彩你不說你是看人摩, 大神當然是照應你和你們的黑神, 不過我們仍是非動身不可, 好在妖道士到村東去, 還得瑟入才會, 正好我們會完了先, 學了先法來破妖法, 幫你除害, 你如不放心, 可由你陪我們同去, 如形頭如堅妖道, 我們順手將他殺死更好, 省得再來, 否則事緣便隨你同回, 你看好不好, 如他途中和妖道錯過, 他道此與黑神為難, 可教黑神一套話, 說小妖道士我未派罪到人派了二個劍先來殺他師徒三人, 因師父不在, 只殺了他一個徒弟, 行時說還要再來尋他算帳, 他必以為他的徒弟會劍術, 如非先人, 怎能將他殺死, 說不定一害怕, 就聞風而途呢? 怎會連累你們? 此門, 向義文言, 明知風只給他想出路, 此去不會再來, 無奈色彩以建議人本領, 強留決然無效, 他話裡已有為難之意, 即使留下, 萬一不是妖道敵手, 其禍更大, 細一沉思, 還是隨趙風只所說, 更無良賊, 不過自己雖可識此脫身, 但是妖道好狠毒辣, 無惡不助, 山人有幾愚蠢, 自己再一走, 無人與他繁華, 萬一言語不周, 妖道而心黑暗老害了他的徒弟, 乃由命載, 幾時多年交好, 怎隱臨臨難相棄, 倒不如聽天由命, 這兩人能趕回更好, 不然便添蝦之葉和他硬頂, 想到這類, 便和黑暗老用討語對答起來, 風只見四外山人快要緩緩走近, 黑暗老形無雲異, 唯恐形再留難, 索性顯露一手, 震一震他們, 便低聲曉告雲蟲到, 大哥莫動, 我給他們一手悄悄, 雲蟲方哭得一聲, 二弟莫要造詞, 封指以大學一聲道, 我看你們誰敢懶我, 說吧, 兩腳一電經, 先中喜有十來象高下, 接著施展當年天賦本能, 手中無動那雙譚劍, 便往那些山人群中中去, 一路穿高中底, 只見一團青光, 在寨前上下翻滾, 山人好色彩吃個斧頭, 個個見了膽寒, 嚇得四山奔徒, 跌成一片, 風只也不傷人, 一手無劍, 一手也不閒著, 露著一個山人, 便往空中叼去, 不消片刻, 以將那片廣場繞繞一圈, 縮地一個飛鷹拿套, 從空中五七象高處, 直往黑鱷魯面前落下, 那黑鱷魯正和向二爭論不願派人上路, 忽見風只遲劍中起, 日光之下, 那劍如一道青紅相似, 光彩石木, 所道之處, 山人將被拋求一般向空拋起, 以為小神發怒, 以時心驚, 正和向二說, 快哭小神停身, 不再強留, 即時派人引送, 只見一道青光, 小神已從空蕩頭飛來, 不由愛阿鳥一聲, 身子矮下半直去, 偷眼一看風子, 正單手背劍, 站在面前, 對著向二和黑鱷魯道, 你看他們難得了我摩, 隨雪隨手便將黑鱷魯參起, 就細陷用力將手一緊, 山人上力, 黑鱷魯懸視眾山民之手, 卻不想被風子寫敬一扣, 警痛得半臂麻木, 通身是汗, 亦發心中衛服, 不敢為爭, 便朝向二又說了幾句, 向二先聽黑鱷魯暖啞了一聲, 黑臉將成紫色, 知道有吃了風子虎頭, 越答應得詞越沒有好, 聞言亡即代答道, 二位執意要走, 細難懶留, 指示黑神與妖道言語不甚通曉, 恐有失措, 弄巧成絕, 在下實不忍見人危難相棄, 指示黑神式才說, 二位驅視真實本領, 不比哪妖道的大徒弟, 初來是和他鬥烈書了, 卻容妖法取勝, 使人不服, 二位缺能勝過妖道師徒, 我未事緣, 無請早回, 不要食言, 不使我們同受荼毒, 就敢因不盡了, 雲從見向異境不肯棄有而去, 甚是感動, 便搶答道, 實不相瞞, 我們並非見危不緩, 實有苦衝在內, 此去路上欲擾道師徒, 僥倖將他們除了, 便不回轉, 否則即使自己不來, 也必若請能人劍仙, 來此除害, 誓不相符, 向異見雲從說得誠懇, 心中大喜, 答道, 此去我未緣有兩條捷徑, 最近的一條, 如走得快, 至多七八日可到, 但是這條路上上有千百成群野獸出沒, 如想變難活命, 無人敢走, 忍送的人僅能送至少半途中, 只需認準方向日影, 決不知於走錯, 另一條我島時常來往, 若走十多日可到, 送的人也可送到堅毀一帶有村鎮的去處, 過去便有官到逆路, 不難行走, 任憑二位挑選, 說吧, 西西紙明老徑走法, 混蟲, 向日在無心中又問出一條最近的路, 至是喜歡, 那還怕什麼野獸, 向日到, 這條路也指山民走過, 好在兩條路都已說明, 如二位行不通時, 走至野雷兩郊界, 仍可要向另一條路, 並無妨礙, 說是那領路的兩個山人已由黑鱷魯換到, 還挑許多牛肉沾巴之類, 準備路上食用, 以人之事向以安排, 十分感謝, 彼此恩勤, 定了後悔, 封指將劍還了雲蟲, 才行分別上路, 向日將小妖道的兩隻斷劍尋內, 屍身埋好, 那劍紙黑著一隻符船, 繞發一波, 並無什麼出奇之處, 因爲是個憑靜, 不得不止細藏好, 以代擾到回來追問不提, 那跟去的兩個山人力猛看見, 矯直非常, 登山月嶺, 步李如飛, 有都懂得漢語, 因擺義人當作神人, 甚是公信得用, 一路上有人引路, 不但放了心, 不怕迷路, 而且輕鬆得多, 只走了一日, 便近夜雷嶺交界, 當晚迎協在山洞以內, 立即後晨清聖空間 讓我安藏了, 入附, 那最近個現在準備, 成功影響, 另有什麼地方, 因為在山洞的人彦突然間, 現在你三在巡船都會有分析, 沒有什麼處理, 在山洞休 WY嶺,